台北市在19号在南非开普敦 正式接办了2016世界设计之都 而文化局也举办了记者会 正式将世界设计之都主办程式牌交给市长郝龙斌 而全新改版的官方网站也同步亮相 预告2016一整年的设计嘉年华即将开跑 市长郝龙斌日前因为食安风暴 无法亲自到南非领取世界设计之都主办程式牌 由文化局局长刘维公代表领取 回国之后将重达20公斤的城市牌交给市长郝龙斌 象征台北市正式主办2016世界设计之都 其实在过去我想大家也清楚 我们包括1999包括U-Bike包括台北Free 还有资源回收利用这些都已经得到了 非常多国际的肯定跟就是赞扬 那这次我们在用创意 由设计师跟专业人士协助我们 我们把过去所有生活中间能够改进的部分 民众建议的部分 我们积极的来努力 让我们这次申办中间 我们用一个移居城市 我们得到非常大广大的回响 另外文化局也公布全新改版上线的设计之都官方网站 并且采倒数计时的方式 预告2016一整年的设计嘉年华即将开跑 世界设计之都它是一个城市的改造运动 可是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在于 我们必须让用这种所谓的 大家可以看到它在视觉上面 或者是说整个活泼的内容的呈现上面 这个网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就是说它是一个符合各式各样载具的 那不管是什么样的载具我再次强调 那会非常非常的就是灵敏的 它可以帮就是把我们的官方网页呈现出来 文化局表示市政府已经开始全面推动16项核心计划 把台北市打造为宜居友善的设计城市 也欢迎民众踊跃到官网 欣赏世界设计之都的各项内容 中加台北新闻曲超雄才报不到